AudioJungle 能够直接影响到武器的整体性能发挥 所谓细节决定成败 用在当今的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设计制造上则在合适不过了 作为一个后期的工业强国 中国工业最缺乏的就是从头开始的逐渐摸索 这直接导致了中国武器装备在一些细节设计上落后于传统的工业化国家 再加上实战经验的缺乏 中国相关部门对现代化武器的整体设计制造细节的掌握还非常有待提高 而这种能力的不足 对于逐渐成长为世界级军事强国的现今中国来说 更显得不可接受 当今的步兵战车 无论是履带式还是轮式 为了不装协同作战的需要 都设有步兵在原舱 而为了方便步兵上下车协同作战 步战车在设计中设置可靠 方便的车门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现一主流步战车的尾部开门设计上 大体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美式的踏板式 而另一种则是苏西的左右小开门设计 而随着实战经验的总结研究和不断研判 步战车辆尾部开门设计 无论是西方还是俄罗斯都走向了更加方便的踏板式和小开门 相结合的思路 且这种设计已经被广泛接受 成为类似车辆设计的绝对主流 在步战车的发展方面 中国相关的发展历史远低于美俄 至为止 中国步战车事实上仅发展了两代 第一代是苏系BMP系列装甲车的仿式版 算不上中国设计也没有被认定为我国第一代步战车 而我国官方认可的第一代步战车则是零四系列步战车 虽然是我国独立研发设计的步战车 但是零四系列步战车对BMP系列步战车设计的吸收发展还是很多的 因此 虽然是本世纪的产物 但是在尾部舱门设计方面 中国零四是甚至发展更晚的零九十系列 轮式步战车都还是沿用苏系的小开门设计 这样的设计 笔者认为 我国下一代步战车辆一定会放弃 相比于苏系的小开门设计 美式踏板式尾部开门 是借助机械力 达到开合尾门的方式 其整体开合尺度明显更大 这样的优势在战场上 虽然也有因受损不能开合的危险 但是整体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首先踏板式尾门的尺寸明显更加宽大 对于单兵作战系统越来越丰富的现代步兵来说 这样的设计更加合理和方便 其次 相比于只能单人同时进出的苏系尾门设计 踏板式尾门设计能够方便的装在战场上 必不可少的便携式单架 且对于受伤的士兵来说 这样的尾门也很方便战友帮忙上下车辆 最后 现今的大踏板式加左右 开合小开门的尾门设计很好的 避免了踏板式尾门在战场上 因机械损坏而不能正常开合的弊端 而在这众多优势的影响下 该设计成为不战车 辆尾门设计的绝对主流设计也就不足为期了 因此 笔者认为 中国下一代不战车辆尾门设计 也应该明确这种尾门设计思路 苏系的小开门设计被淘汰是必然的 历任尊重内容 从尊重作者开始 转载 合作 请私信联系我们